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在人工智慧、AI、出口管制与创新之间所面临的尖锐挑战 随着AI技术的迅速发展,美国对于如何保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和技术优势正面临两难的局面 一方面,出口管制法案如出口管制改革法、ECRA,试图防止潜在的敌对国家利用美国的AI技术 另一方面,这些管制措施却有可能阻碍美国自身在AI领域的创新 最近,美国商务部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出口管制规则 限制中国对先进AI计算芯片的接触 然而,这些措施也可能引发黑市走私和其他回避手段 在此背景下,未来的立法如H2、4683和H28315 虽然旨在加强出口管制,却可能对美国大学的研究造成深远影响 因为许多外国研究生在AI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种出口管制的扩大不仅可能影响国际合作 还可能导致美国在AI领域的竞争力下降 因为它将削弱大学的研究能力并使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受到威胁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寻找平衡点 以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能够保持AI技术的持续创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s Institution旗下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板块探讨了美国人工智能 AI出口管制与创新之间的复杂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在出口管制方面带来了诸多棘手的问题 AI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军事技术的变革 提供了无限可能,美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 尤其担心本国开发的AI技术会被地缘政治对手利用 从而威胁国家安全 为此,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 ECRA赋予美国商务部制定有关AI技术出口管制的新规的权利 然而,出口管制越严格,执行起来就越繁琐 也可能导致一些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过于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 可能会阻碍中国等国家访问云端,AI计算 但也会对美国大学的AI研究构成威胁 最终削弱美国自身的AI创新能力 2022年10月,2023年10月和2024年4月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BIS 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规则 旨在限制中国获取最先进的AI计算芯片 这些措施虽然有效抑制了芯片走私市场的扩张 但走私并不是唯一的获取手段 Computer World在2024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现有规定忽略了芯片及服务或云计算 这给中国公司提供了潜在漏洞 只要这些芯片还在美国境内 2024年8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 揭露了中国的AI工程师通过经纪人秘密访问 被禁的NVIDIA芯片从而获取海外计算能力 这些服务具有高度匿名性 这些漏洞表明获得AI计算能力 不一定需要实际拥有执行计算的芯片 云计算的特性使得计算硬件的位置变得次要 例如在使用Google搜索时 用户无需知道服务器的位置 同理企业也可以利用云端服务器训练AI模型 面对这些挑战 美国商务部考虑扩大出口管制规则 已限制对云端AA计算的访问 2023年 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名为 关闭海外人工智能使用和开发漏洞法的H2 4683法案 该法案由两党共同赞助 旨在禁止美国及其子公司 向位于中国或澳门的实体 提供任何列在出口管制分类号 3A090和4A090下的集成电路的远程 或云使用支持 2024年5月 一组两党立法者提出了H2 8315法案名为 加强海外关键出口限制的国家框架法 Inforce法案 该法案在外事委员会获得了43-3的投票支持 允许政府要求美国人获得 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让锁 涵盖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许可 H28315提供了一个临时定义 涵盖展现或可预见的被修改 以展现高性能的人工智能系统 这些系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严重风险 根据该定义 当今大多数先进AI技术都可能被纳入其中 尽管如此 即使这些法律条文通过 BIS不一定会采取最广泛的覆盖范围 BIS会充分考虑所涉及的权衡 但仍需审慎对待对受控AI技术广泛解读 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可能会将许多与国家安全无关的技术纳入其中 以基于AI的图像识别为例 这项技术在民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帮助视障人士描述画作 进行身份验证的面部识别 分析医学影像 辅助无人驾驶车辆赶之环境 并进行导航 然而图像识别在军事上也有相关应用 例如用于识别目标 因此图像识别是一种典型的双用图技术 既有民用也有军用价值 此外 出口管制规则不仅涵盖对目标国家实体的实物转移 Base解释称 在向外籍人士释放受控技术之前 需要获得出口许可 这被非正式地称为 视为出口 换句话说 向美国的外籍人士提供出口受控技术 也被视为出口 如果大量前沿 AI技术被指定为受控 美国大学将难以有效进行 AI研究 根据2021年美国政策基金会的报告 74%的全职电气工程研究生 和72%的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研究生 是外籍人士 其中许多人正在从事AI研究 大学研究 包括外籍研究生 在美国大学的研究 是AI创新的关键来源 如今美国大学通常为其研究生 AI研究人员提供先进的 通常是基于云的 AI计算技术的访问权限 但如果这种访问 被视为出口管制违规行为 大学将不得不大幅缩减其 AI研究 设立警线拥有适当公民身份的 研究生的隔离研究空间和项目 对大多数大学来说 是不切实际的 即使可行 这也是一种不良政策 美国大学一向欢迎外籍工程研究生 他们在美国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 许多人创建了本土的初创企业 雇佣数百或数千名工程师 切断这一人才管道 无疑会阻碍未来美国主导的AI进步 扩大AI出口管制规则 以限制云端访问先进 AI计算手段 可能对目标实体的效果有限 因为这些实体 仍可以通过一系列难以追踪的中介 来访问AI云计算服务 这也可能会损害美国大学的AI研究 加速美国AI研究日益被行业主导的趋势 尽管行业 AI研究极为重要 但它应当是对大学研究的补充 而非替代 大学 AI研究不仅能产生基础知识的重大进展 还能使美国成为顶尖外籍人才的首选目的地 并为未来的AI专业人士 提供重要的早期职业培训 为了让美国的AI生态系统继续繁荣 美国大学需要能够继续吸引 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优秀 AI研究人员 因此 AI出口管制规则 应当制定的 避免对美国AI创新生态系统 这一根本重要方面造成附带损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出口管制方面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对于美国来说 保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技术领先地位 是一个唯妙的平衡 就像是边吃蛋糕边减肥 2018年的出口管制改革法 ECRA 赋予商务部制定AI技术新出口管制规则的权利 这有如在科技与安全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线 然而 随着出口管制范围的扩大 这道防线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尤其在面对如走私和云计算这样的漏洞时更是如此 这就好比在防盗门上装了防盗锁 但小偷却从窗户溜了进来 接下来 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 BIS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发布的一系列出口管制规则 试图限制中国对最先进AI芯片的访问 然而正如Computer World和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一样 这些规则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漏洞 例如 中国公司可以利用云计算服务绕过实体芯片的限制 这就像是开了一家芯片外卖店 不用亲自去店里也能买到芯片 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想起汤姆和杰瑞的经典追逐战 虽然汤姆设下重重机关 但狡猾的杰瑞总能找到漏洞逃脱 对于美国来说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再不损害自身AI创新能力的前提下 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管制的执行 众议院提出的HR4683法案和HR 8315法案 无疑是试图将这一平衡推向极致 但问题在于 这些法案如果被通过 很可能会使BIS面临更大的执行难题 这就好比试图用一个更密的筛子来过滤杂质 但结果反而使筛子的孔越来越小 最后什么也过滤不出来 特别是AI技术的双用图特性 更是让这个筛子的设计变得异常复杂 例如基于AI的图像识别技术 不仅在军事领域有用 还能帮助市场人士提高医疗诊断精度 甚至让无人驾驶车辆更安全 此外将AI技术纳入出口管制 还意味着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 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 根据美国政策基金会的报告 大多数从事AI研究的研究生都是外国籍 如果这些学生无法获得先进的AI技术 他们的研究将大打折扣 这无意于是给美国AI创新生态系统打了一记重拳 这就好比是让一个厨师用电饭包做法式大餐 工具受限 结果也可想而知 美国大学历来吸引了大量的外国人才 这些人才不仅在学术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创建了无数成功的初创企业 切断这一人才管道 无疑会对美国未来的AI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即便是HR8315法案中提出的 针对云端AI计算的出口管制 实际效果也可能有限 因为这些实体仍然可以通过各种中介获取服务 这如同试图堵住一条河流 结果发现水从地下渗了过来 总之 如何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技术领先之间找到平衡 是美国在AI出口管制上需面对的最大挑战 过于严格的管制可能会损害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 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技术竞争力 美国需要在制定出口管制规则时 避免对自身AI创新生态系统造成附带损害 就像在做一道美味的饼干 既要用料精细 又要火候得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